哎呀 大家好 说完阴谋论了 最大的一个阴谋论 最大的一个阴谋 可能应该算911吧 但是这个我懒得说了 说的人太多了 我也没什么心意 我给大家说说这个阿波罗登月吧 阿波罗登月 我以前也是相信的 我从来没怀疑过 后来呢 我决定这个不干数学了以后呢 我去这个NASA干过几年 当然了 我不是不是NASA的雇员 而是做这个NASA的合同 NASA搞外包嘛 他们的一些项目包给别的公司 然后我干活的那个公司 承担了这个 这个一些NASA的项目 主要是 主要是发射和 发射主要是那个 这个在这个发射 这个控制实力 呃 然后呢 平时呢 这个卫星也需要操作 也都是这种控制实力 这种活儿 然后分析这个这个卫星的运转情况啊 从从卫星上收下来一些数据啊 诸如此类的 这种活儿 一般讲叫操作发射吧 诸如此类的 干上这个活儿以后呢 就难免的就就碰上了一些这个这个这个 NASA的这个工程师 有些人是很牛逼的工程师 他们都是都是从NASA开头就在就在那干了 其中其中有一个呢 做过我的领导 他是那个 就是登月的那个 那个Neal Armstrong 的这个 当时Neal Armstrong 在这个 在Purdue 呃 呃 呃 上大学 他做过这个Neal Armstrong 的这个TA 呃 就是指导过他的这个lab 实验室 呃 活儿吧 所以呢 我没见过Neal Armstrong 我见过Neal Armstrong 的一个呃 算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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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教吧 而且而且给我给我当过我的小领导 跟这些人接住了以后啊 是他们告诉我的 这个这个登月是个是个是个假的 啊 然后呢 他们告诉我以后呢 当然了 他们给我说的都是大家在网上能搜到的 呃 各种各样的这个这个这个证据 那么我毕竟不是做工程出身的 所以呢 我对这个工程的这个这个细节呢 就不太敏感 或者不如别人敏感 那么这方面的工作呢 那很多人都做了 这个晚上你可以找到很多这方面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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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 我跟大家说一个网上没有的 其实我在呀 其实我在网上以前也贴过文章 就就跟抗美援朝那些东西一样我都贴过 只不过只不过我这个 这个努力不够吧 大家这个这个不知道 我跟大家说一个说一个大一点的事情 就是说这个 让大家看看这个这个阿波罗这个 这个项目呢 是从工程上来讲还是 是是多么的不靠谱 我给大家说两点 一点呢 这个阿波罗呢 这个就是一个巨大的火星 啊 不是 不是巨大的火星 巨大的火箭 这个火箭叫火星 火星号 还是叫土星号 哎呀 现在想不起来了 无所谓了 所有的东西 统统都装到这一个火箭里 然后发射到这个月亮上 在工程上呢 这种设计呢 就属于什么呢 属于串联 串联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只要有一个地方出问题 就整个这个项目就就完蛋 比较安全一点的方法呢 就是并联 断了一块呢 另一块还能还能有希望 就整个项目还有希望 你比如说中国要搞的这个 这个以后要要登月的话 肯定要通过空间站来来实行 而且呢肯定肯定还会在这个人到之前 就把一些设备就已经先运到运到月亮上 比如说需要的燃料 需要的这个这个返回的这个这个仓 也运到月亮上 也运到月亮上 而不是呢 而不是着陆舱和返返回舱 是是同一个 这个也有点危险 因为因为一个东西 做两件事嘛 他就他就容易容易出毛病 不如什么呢 不如把一个把返返回舱 作为一个整体 先先运到月亮上 在那等着 然后人呢 做这个载人的这个这个仓呢 在月亮上招路 就就到此为止了 那仓仓就不再用了 因为你招一次路 那月亮上在 那个土壤再松软 你招一次路也有一点撞击嘛 对吧 就跟飞机一样了 你你你你起飞降落 都是大事啊 所以 所以从这个整体设计来讲 这个设计是一个 用中国人话讲吧 是个一锤子买卖 可是呢 这一锤子买卖 这个成功率之高啊 这个简直是令人发指 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是啥呢 所有人造的航天器 差不多分三类 一类是近地轨道 一类是中地轨道 一类是这个远地轨道 远地轨道 差不多就是同同步了 这个这个好几千上万吧 公里我记不清了 近地轨道的就大概就是几百公里 然后中地呢 大概就是就是就是上千吧 这四这三种轨道上的这个航天器的设计是不同的 原因在哪呢 因为虽然高了以后都是真空 但是呢这个这个真空的程度 还有受日照的这个辐射 这个各方面的原因吧 他们的这个运行的这个环境不同 因此呢 这三种航天器的设计都是有专门要要考虑的 因为因为工作条件不一样嘛 可是呢载人航天 载人航天只有两个 假设阿波罗航天是真的话 载人航天只有近地轨道 下一个 就是直接就 上月亮了 就好比就好比这个这个 一个小孩只在海滩上玩过玩过 然后下一步就是就是 就跨过太平洋了 这个在工程上也是令人发指的 所以 这个阿波罗就是个扯淡 好嘞